越来越多的中国留学生来到美国 他们要如何面对美国的自由 美国陆军开发模拟校园枪击案电脑软件 培训老师拯救孩子的生命 另外纽约市计程车司机挂力火辣上市 虽然不是名人 可是也星光四射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晚花筒 我是叶凡 中国留学生是美国大学校园人数增长最快的外国学生群体之一 不仅给美国校园带来很大的影响 他们本身也面临如何融合到美国社会中去的挑战 比如如何面对美式自由 就在过去的一年里 美国校园便发生了数起中国留学生 与美国价值观发生冲突的事件 马里兰大学一名中国留学生赞扬美国自由的发言 被中国学生组织指为诋毁祖国 两个月后 达赖喇嘛应邀到加大圣地亚哥分校发表演讲 又被中国学生组织抗议 并被指剥夺了他们保护祖国形象的权利 有批评者认为 这种冲突显示了中国留学生是被洗脑的一群 但在美国网络新闻媒体Splinter任记者的牛木哥 以自己的经验说明 这种对抗的产生 是因为那些中国留学生还没有独立形成自己的观点 刚到这里的时候 很多事情对别人来说都很普通 但我完全不懂 第一个反应就是很抵触的 为什么你这样批评我们的国家 就因为你们的媒体给你的都是对中国的负面报道 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 你形成了自己的观点 图斯奇是纽约势力大学的社会学博士生 中国留学生是他研究的重点 他也有同感 我必须说作为中国学生 如果你关心你的国家 希望了解更多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 应该去获得更多信息 那么如果现在你有了更多信息 你就可以对这些问题形成自己的看法 中国留学生群体 常常被视为不关心政治的一群 但牛木哥说 在生活中其实政治是回避不了的 即使是有人说 我到这里就是来学工程的 回去找大公司工作 我不在乎政治 不谈政治 就是这些学生 你在这里也不可能回避政治 一个例子就是在 威斯康辛州的麦迪逊市 我们的州长 优秀的州长瓦克尔 抗议影响了利尔大学的每一个班 助教在州府静坐抗议 你怎么能不受影响 牛木哥还认为 就参与政治而言 美中之间有天壤之别 当电视上播出美国总统大选辩论时 你看你听你评论 好像成了其中的一部分 但当中国发生大的政治事件 你确实感到你就像个体育比赛的观众 我只能看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感到没有力量去做任何改变 事情就是这样 作为一名社会学者 图斯西说 对民主的近距离观察 使他获益良度 我确实观察到 有关于民主是怎么运作的 有时候他又运作不良 但还是有渠道 对事情进行讨论更好些 我认为这很有帮助 我一直鼓励许多我的学生 要更注意这些事情 研究中国问题的 艾萨克斯通费希认为 随着中国的强大 美国学者在中国研究台湾 西藏等敏感问题的难度 越来越大 北京对于那些不听他们的话 对特殊事件严厉批评的学者 美国官员和记者进行惩罚 是很在行的 因此我认为 对学术自由真正的担忧 是触及到了共产党 感到对其统治 有潜在威胁的问题 但从事国际教育研究的 资深专家佩吉布鲁门萨人 就美国教育本身而言 学术自由是动摇不了的 我认为在美国要取消学术自由 几乎是不可能的 它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我认为中国学生 有时候不敢发表自己的观点 是因为他们不确定 其他中国学生会有什么感受 但是我并不担心 学术自由会受影响 据统计 2017年美国的枪支暴力事件 创下了最高纪录 总共发生了6万多起 导致1万5千多人丧生 在大规模的枪击案中 三分之一发生在校园里 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伤亡 美国陆军和国土安全部 研制出一个电脑软件 逼真的呈现枪击案的现场 培训老师在混乱的状况下 保护孩子的生命安全 这个软件叫做Edge EDGE 原本是美国陆军的 虚拟现实训练 现在也被学校采用了 虽然枪击案在屏幕上展开 可是学生的尖叫和哭喊 都让人毛骨悚然 这个模拟项目是根据 真实学校中的真实事件设计的 老师和学生在学校 遭到枪手的杀害 在一些案例中 凶手就是本校学生 嫌疑人进入学校导致混乱 这个软件教你如何 用不同的方法来帮助学生 让他们靠着墙壁站好 这个模拟现实软件 让你从不同的角度 来观察枪击案 老师 学生 警察 甚至用枪手的眼光 来看待事件的发展 这个项目有很多的功能 让老师来尝试不同的应急方案 比如维吉尼亚理工大学的老师发现 堵住教室门很有效 因此这个项目让不同校区尝试不同的方式 看什么最合适他们的环境 枪手对着一所小学的校门一阵扫射后 电脑显示出让人惊恐的画面 枪手走进了学校的过道 老师们堵住教室门 枪手手持突击步枪在过道上疯狂射击 孩子们尖叫奔跑 或者被吓得待在原地 这个软件培训老师和急救人员 如何在枪手继续行凶的同时抢救学生 我们坐下来听调度员的电话录音 听各个枪击案的录音 真让人毛骨悚然 你坐在那里思想 那些录音中发生了什么 怎样让执法人员 消防人员和所有人 更好地应对这些事件 我们如何提前为他们提供 处理这类事件的经验 当他们遇到生命危险时 不至于是第一次面对 研究人员研究了很多真实事件 比如科伦拜高中 和桑迪胡克小学枪击案 这个软件可以让几十名人员 同时在家里的电脑上 接受远程培训 让他们通过扮演警察 或者教职人员参加模拟演习 这个模拟项目的另一个目的是 采取预防措施 最大限度地减少枪手造成的伤亡 设计人员让这个软件 尽可能地做到真实 你可以听到3D音响 可以听到从不同方向 飞来的子弹 如果让应该受到培训的人 受到培训 那么我们可以防止很多死亡 让人们做好更充分的准备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数据显示 从2000年以来 三分之一的大规模枪击案 都发生在校园内 研究人员希望 这项原本用来培训 战时在战场上自我保护的软件 可以让学校更加安全 今年的纽约计程车司机挂例 火了上市 这套挂例年年推出 今年已经是第五年了 挂例诙谐励志 同时也是为一家慈善机构来募捐 2018年的计程车司机挂例 可能是目前为止 最大胆也是最有创意的版本 2018纽约出租车司机日历上市 今年的模特来自于 七个不同的国家 他们希望能让你 这一年开怀大笑 创作日历的人说 2018年的版本 可能是他们迄今最棒的作品 而且涵盖了一系列 在公开场合拍摄 相当需要勇气的作品 路人会经过观看以及拍照 所以这些司机会来到拍摄现场 而且拍摄结束后 他们个个都是模特 真的很棒 这些模特年龄不同 身材和背景也不同 2018挂例展现纽约多元的 男女出租车司机 更富有个性的一面 刚好赶上夏天 你会看到丹尼 那令人难以抗拒的目光 还有喜欢予与熊掌兼得的 赛普谭博哈桑先生 我们会想好两三个拍摄地点 然后我们会衡量 每位司机有多自在 以及有多调皮 试着依照他们的个性 量身打造出场景 有些人天生就有明星光环 例如自称是K歌之王的 封面人物亚里克斯王 即便他们只是小有名气 要让每个人都记得你 认识你是很难的 对吧 要让大家都认识你 你就得当个总统 我是一个小小的司机 所以有些人知道我 我已经很开心了 但是如果能有 更多的纽约客和观光客 知道他 他也不反对 我会给所有的乘客看 我在出租车日历上 而且我是封面人物 亚里克斯王 在接下来的节目里 一位法国人把祖传酿酒艺术 带到了华盛顿 另外国家公园之旅 要带你去看天下第一喷泉 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桶 酿造葡萄酒是一门艺术 要结合种植调制 特别是对葡萄酒的热爱 通常酿制葡萄酒 是一个延续几代人的家族产业 就像今天要介绍的主人公一样 作为法国人 他把欧洲著名的酿造工艺 带到了美国的维基尼亚州 夏洛茨维尔的山地 我叫马修菲诺 是一名酿酒师 我为维基尼亚州 夏洛茨维尔市的 金氏家族葡萄园工作 小时候一直想当消防员 觉得那很酷 可是后来发现 我为祖辈种植葡萄的经历 感到自豪 我也想种葡萄 我在法国罗纳河谷的北部长大 那个地方叫做克罗兹埃米塔日 是法国很有名气的葡萄酒产地 我父亲热爱葡萄酒 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 他一有好酒就给我尝尝 我很喜欢尝葡萄酒 我觉得我研究葡萄酒制作 可以把我对葡萄酒的爱 和对土地的热爱 很好地结合起来 我的工作是种植 科学 艺术的结合 因为我们需要大自然母亲 让葡萄成熟 让葡萄可口 才能让葡萄酒可口 所以这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我需要科学知识 来明白发酵 注存 以及葡萄酒酿造过程的各个环节 而艺术可以让每个酿酒师 有别于其他酿酒师 也为葡萄酒酿造带来人文气息 葡萄酒制作工艺没有秘密 你做葡萄酒的年份越长 就做得越好 因为你见识了更多种葡萄酒 你会积累更多的经验 增长更多的见识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工作 你永远都不会感到厌倦 这里的葡萄采摘 从八月末开始 十月底结束 所以我有两个半月的时间 生活是疯狂而忙碌的 我天天早出晚归 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 一周七天都是如此 因为这几个月是酿葡萄酒的关键时期 是压榨期和发酵期 是我们把葡萄变成葡萄酒的时候 作为法国人 我应该感到悲观 因为这似乎是法国人给人的印象 法国人总是在抱怨 我已经学得比以前更乐观了 接受现实中的生活 不管心情好坏 都得打发这一天 但是如果你怀着好心情 这一天就会好过得多 我一直很想旅行 对我来说 旅行是一种学习的方式 不仅是学习制作葡萄酒 也是自我认知的过程 你学习到不是每个人 都像你一样思考问题 你学会倾听 每次旅行 都是你走出你已经熟悉的领域 更多地了解自己 说实话 我刚搬来这里的时候 都不知道 无尽尼亚州在地图上的位置 我对美国的了解非常少 以前从来没有来过 后来喜欢上了这里 我认为 如果你对生活充满热情 你要热爱你所做的事情 你的生活会更快乐 你会带着更多的微笑去生活 今年美国的一月特别地寒冷 可是还是有人不怕低温 挑战冰河 在威斯康辛州的密尔沃基市 几十人在数十年来 最冷的气候中 参加了极地跳水活动 人们跑进密西根湖 冰冷刺骨的水中 然后赶快上岸包上毛毯 纽约沿岸地区 也举行了类似的活动 数百人参加了 科尼岛北极熊跳水活动 跃入寒冷难耐的大夕阳中 很难忍受 我浑身上下都感到刺痛 好像我有点冻僵了 但很高兴我做到了 这是令人振奋 催人奋进的 是迎接新年代很好的方式 科尼岛的冬勇活动 筹款用于慈善 部分捐给纽约水族馆 提起美国的国家公园 很多人首先想到的 可能就是黄石国家公园了 这是美国建立的第一座国家公园 也是全世界的第一座国家公园 旅行家麦卡梅耶决心要走遍 全美国的417座国家公园 现在他已经走完了将近的一半 今天梅耶要分享 游览黄石国家公园的难忘经历 黄石国家公园 有大约500个尖歇泉 和1万个热泉 其中老中石喷泉 是最著名的景点 黄石国家公园建立于1872年 也是世界上第一座国家公园 旅行家麦卡梅耶 参观了这里的很多泉水 他说世界上一半的尖歇泉 都在这座公园里 这里除了老中石泉之外 还有这样的热泉 基本上就是地上的一个洞 可以让我们窥探冒着泡 沸腾的地表下面 有些地方冒着泥浆泡 他们看上去像巫婆的迷魂汤 因为你在栈道上走 在你左面或者右面的大泥潭里 会突然出人意料地冒出泡来 这里真是可以看到地球内部的地方 黄石国家公园里的热泉色彩绚丽 这是由生长在温水和热水里的 微生物群形成的 水温决定了颜色 看大棱镜的景色 这里像大棱镜这样景点 折射出彩虹里的所有光泽 赤橙黄绿青蓝紫 在公园的任何地方 似乎在360度的范围里 都可以看到地下冒出热气 有上升就有下跌 而且快速下跌 黄石河从公园里奔腾而过 大瀑布从94米高处 颠岩而下 比尼亚加拉瀑布还高两倍 每年有400万游客 来到黄石国家公园 观赏这个美国西部的地标 欢迎加入黄石公园的交通堵塞 又名围观野生动物 任何时候路边出现任何动物 似乎每个人都会停下车来拍照 黄石国家公园是美国唯一的从史前至今 一直有野牛生活的地方 这里有4000到5000头野牛 是世界上仅存的野牛群 这里还有其他的各种动物 事实上黄石公园是美国本土的48个州里 哺乳动物最集中的地方 不过定时喷发的老中石犬仍然是这里的主要景观 如果你要看间歇权 那么再也找不到比黄石国家公园更好的地方了 好 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 谢谢收看 我是叶凡 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 下星期五 下星期五